我们在上一小节中已经介绍了Joy Image这个绘制图片的方法 最简单的一个使用方法传入三个参数 那么事实上如果我们多传入两个参数 分别是绘制的宽和高的话 那么Joy Image这个方法就可以默认的帮我们进行图片的缩放处理 也就是在整个Converse画布的DXDY这个位置 以DWDH这样的宽和高来绘制Image这样一个图片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例子 现在我们尝试着把这个Converse画布改成一个方形800x800 之后我们再调用Joy Image这个函数的时候 从00这个位置绘制起同时传入宽和高这样两个参数 那在这里头呢我要让整个图像绘制满整个Converse画布 所以呢我传入的就是converse.vis和converse.height这样的两个参数 我们来看一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首先我们的converse画布变成了一个正方形的样子 其次呢我们整个图像经过缩放以后成为了一个正方形的图像 平铺在了整个converse画布上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细心的同学应该已经注意到了 我们这两种桌Image的方式 对于这个坐标以及宽和高的值 我们前面都加入了一个D这个字母的前准 那么这个D呢其实表示的是destination 也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这两个桌Image方法的调用中 其实都是在操纵图像绘制的目的地那一端的属性 也就是我们在操纵绘制出来的图像 它的起始位置在哪 它的宽和高在哪 那么事实上桌Image还有一个函数调用 可以让我们对原图像进行操作 也就是对source进行操作 我们前面用s表示 那么这个函数调用呢 一共要传入九个参数 看起来非常复杂 其实理解起来呢非常的简单 第一个参数1米制不变 就是我们要操纵的这个图像 之后用sxsysw和sh来表示 我们希望将原图像的位移在sxsy这个位置上 同时宽和高是sw到sh这一部分的图像 整个渲染到被dx dy dw和dh所定义的这个画铺的位置上来 那么这个图示呢就非常好的说明白了这个函数的过程 也就是将source图像的这一部分 渲染到destination画布上的这一部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例子 现在我们尝试使用桌Image的第三种调用方式 那么在这里呢 我调用桌Image 第一个参数不变 永远是我们的图像对象1米制 之后 现在我想把原图像中600 200这个位置开始的宽和高分别是400400这样的一个图像 给渲染到目标的这个converse画布中 200200这个位置宽和高依然是400400 这样一个大小的画布上 那么请大家不要被这些参数搞晕 sx sy sw sh dx dy dw h八个参数 对应的原图像的位置和目标画布的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建立的这个800x800的画布中 200200的位置上有一个400x400的图像 这个图像对应着我们传入的原图像中 600200的位置 400400的那个图像 那么把这个八个参数搞清楚的话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可以再实验一下 我们把目标的这个画布的位置呢 写成从00一直到占满整个画布 也就是converse width和converse height这样一个方式 大家注意这是一个经常用到的 可以铺满整个画布的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从圆图像中结下来的那一部分就充满了整个画布 这就是这一小节所要介绍的捉image的另外两种调用方式 一共三种调用方式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应用这个捉image函数 我们已经可以建立出比较有意思的应用了 比如说显示出一个圆图像 那么在圆图像中用鼠标选择一部分图像 把这一部分图像放大进行一个单独的显示 那么在这里呢 由于时间原因我就不给大家做示例了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试试看 我们在下一小节中呢 用之前学习的知识 做一个简单的可以将图像进行任意缩放的demo 大家加油